T6祭壇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這個血魔法在近期的一個新的系統之後 把這介紹完我們接下來後面就要介紹T6祭壇的製作方法了 但是在做T6祭壇之前你必須要先學會這個新的系統 你才有辦法做後面的祭壇 那這個系統就是這個Alchemic... 不管它怎麼唸 總而言之翻成中文的話就是類似一個煉丹術 它就是一種煉...煉金術的更高階變成煉丹術 用這個機器來做出一些煉金的試劑或者是藥劑 然後有了這些藥劑之後呢 你可以用來升級這些法陣 對,不同的法陣各自升級 然後用不同的元素去進行升級 然後就是不同的試劑進行升級之後 會有不同的效果 或者是增強一些不同法陣的能力 所以說呢這個試劑它其實是一個很複雜的地方 重點就是因為它沒有GUI的關係 所以在執行起來操作起來就真的很複雜 不過就是主要還是要背起來它的順序 所以一開始你需要這個Alchemic Co-Cosignator 還有這個是用來燒製一些材料把它轉換成那個試劑的部分 然後這個試劑也可以把它儲存起來 就是這個Crystal Bell Jar 然後這個應該是用斧頭 哦,還是用這個 那這個Bell Jar的話呢 你打掉之後它裡面如果有儲存一些試劑的話 還是可以儲存在裡面的 還不錯 好,接下來呢這個Alchemic Relay Alchemic Relay的話算是一個中間緩存的東西 之後可以來示範一下 總而言之這個緩存的話它可以一對多台機器 那像這個什麼Alchemic Center Oh Co-Center 跟這個Bell Jar 它只能一對一而已 它只能送到一個地方 它不能一對多 所以說如果你想要把一罐元素 裡面很多元素啊 我要把它分配到很多機器啊 那就必須要靠Relay 來把它一對多 好的,等一下再介紹 其實蠻難敲的 好的,不管 那除了這幾個之外 你還需要一些工具才可以完成這個使命 就是這個Alchemic Reuter 跟Alchemic Siegementer 跟這個Alchemic Cleanser 三個工具就用來取代一切的GUI 在沒有GUI的前提的時候 來達成這個目標 所以說呢 你要來把這些不同材料燒製成試劑 一樣你需要一些元素的能量 對,LP的能量 所以說呢 你要塞進一個Block Orb 它就會吸你的這個靈魂網路的能量 來燒製元素 那可以燒什麼元素呢?其實很多 包括這個Magical 或者是這個Crystal 還有什麼Terry 跟Earth 還有後面更高階的Potentia Potentia 還有一些都可以燒製哦 比如說呢 我們先燒這個Aqua 就是水元素 我們直接點右鍵就可以放進去一個 然後當你手上拿這個工具 就可以來檢視說 目前裡面正存著什麼樣的元素 那因為它現在剛剛還沒有燒完的關係 所以你看不到 可是當它燒完之後呢 你拿這個工具就可以看到裡面有什麼元素了 就是有1000點這個Aqua的能量 那你也可以簡單的自動化放一個這個Hopper 這樣就可以把這個東西塞進去 它就一直燒一直燒一直燒 好 現在我們要怎麼把這個元素 轉移到這個Crystal Bell Jar 這裡就是非常麻煩複雜的地方了 首先呢 其實這個還暫時用不到 你要拿這個Router 就是分配器 那首先呢 我們來Shift對它點右鍵 它就會把這個分配器 目前指定元素轉換成Aqua 那一定要先轉換 不然的話 如果你手上拿的是Terra 你對著Aqua 它不會鳥你 所以你先轉換成Aqua之後才行 那再記一次 剛剛是按住Shift的點右鍵 去轉成Aqua 然後呢 接下來 直接對它點右鍵 就開始進行綁定模式啦 所以說 這是你剛剛Link的第一格工具 然後呢 再對著它點一次Link過來 這樣子就行了 然後呢 你裡面的元素就會轉換到這個Bell Jar 進行儲存 Bell Jar可以儲存16000點 還算蠻多的啦 不錯不錯 然後呢 當你綁定完的時候 記得按住Shift 然後對著空氣點右鍵 來清除剛剛它們兩個Link的資訊 這樣你才可以進行後續的Link的行為 比如說我要把它Link過來 它就Link過來咯 但是我們仔細觀察 等一下會發生什麼事情 咦?它裡面居然有兩個空間咧 沒有錯 這個Alchemy Relay裡面 擁有兩個儲存空間 所以說如果你沒有給它進行其他的指定的話 它預設會把這個兩個儲存空間都塞滿 如果你不想這麼做 我想要讓它裡面兩個儲存空間各自有不同元素的話 你就必須要 依靠這個東西 這個玩頁呢 它是用來指定說 這個空間裡面 比如說它有複數的儲存空間 那分配說這個儲存空間 各能存哪些元素 然後能存幾個儲存空間 希望各位能理解 比如說我們一樣指定好這個元素 Shift加右鍵 把這個工具先設定成這個AQUA的元素 然後直接對著它點右鍵 比如說我現在設定為一個Tank 或者是兩個Tank 或者是0 0的意思說就是預設模式 它預設會把裡面通通填滿 如果你不想這麼做的話 就把它設成1這個模式 好設成1模式這樣的話呢 它就只會塞滿一個Tank 不會再塞滿第二個Tank 所以說我們Clear 然後再來Link一次 好這邊上面寫 Link content has no connection remain 這是什麼意思呢? 誒? 這就是因為我剛剛說它只能一對一 它不能一對多 所以它剛剛資料裡面已經記錄了這個Relay 可是這Relay已經不見了 可是它資料還在啊 怎麼辦? 你要怎麼消除? 就是用這個Cleancer 用這個Cleancer 把它之前儲存的歷史通通消掉 然後再來Link一次 成功啦 然後這一次它就只會儲存第一個儲存空間 不會再儲存第二個儲存空間 大致上這個指定的方法跟清除方法就是這樣子 各位聊嗎? 這個地方我也是研究了很久才完全懂 所以說這個終於可以一對多了 那它怎麼來一對多咧?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叫出我們的Master Richard Stone Master Richard Stone的話 其實就是跟我們的這個法陣有關嘛 對,每一個法陣的話 你給它灌入不同的這個 這個試劑都有不同的效果功能喔 那因為它可以一對多的關係 所以我們可以Clear 然後綁過來 Clear 綁過來 Clear 綁過來 好啦 所以說現在三台都有綁咯 然後這個Master因為它 我把它清掉 因為這個Master Richard Stone它裡面一樣可以 就是儲存三個Tank嘛 所以說你也可以把它指定成 只能儲存一個Tank 或者儲存兩個Tank 或儲存三個Tank 或者是零預設 可以看到下面有在跑 如果你都不要的話你可以把它清掉 然後這個後段應該沒辦法清 你可以清掉relay重新指定 所以 大致上就是這樣子吧 然後如果不同的元素對於這個法陣有什麽樣的特殊效果咧 我們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好了 因為我們時間真的不多了 我感覺我這個血魔法系列實在拍太多集了 再多的話這個破紀錄啦 我們來用這個Full Spring 然後我有綁定嗎 我身上沒有那個Richard Stone 好然後我們再來一個啟動的Crystal 然後我們都知道它預設是一個水對不對 然後呢如果這時候我們放上一些Dirt 放一些泥土在旁邊 不會有什麽事情發生 因為你還沒有給它元素那個試劑 來讓它有特殊效果 所以說這時候呢 我們來製造一套系統 其實這個元素就可以了 這剛好是AQUA元素 就是我需要元素 所以我把這個元素如果能指定過來的話就太好啦 所以我先 先 把它給清除 因為它會記錄是塑造這邊 我把它清除 然後呢我們用這個Router 先清除上一個紀錄 然後把它Link過來 一瞬間神奇的事情就發生了 那它在它範圍 九成九的範圍內的所有的泥土地或草地 都會自動的轉換成這個耕地 然後永遠保持濕潤 不管你是不是放什麽泥土 它會直接轉換 所以你也不用出頭 而且它範圍的話可以可高可低 比如說這樣子 往上一格 往上兩格 往上三格都可以變耕地 而且好笑的是你看 這裡也是耕地 然後它不只是可以往上 也可以往下三格 有沒有看到我挖掉之後馬上就變耕地了 所以可以往下一二 所以它這個效果是這樣子 然後 除了Aqua之外 你還可以給它 比如說Crystal啊 或者是Earth啊 然後好像可以有什麽 凍結效果啊等等的效果啊 這個也一樣 各位可以去那個Wiki或者作者的那個 官方頁面查查看 那個不同元素有不同的效果 因為我實在沒有那麽多時間 把每一個都介紹完了 所以我是給它起了頭 然後告訴大家這個要怎麽指定 那這是其中一個元素嘛 如果你想要其他元素的話呢 記得要這個 SHIP加右鍵轉換 我這兩個工具的元素 比如說我再來給它一台 然後 一樣等下一個Hopper 然後 來一個Block Shot 然後這一次我給它這個 Terra的元素 Terray 好它目前在燒這個Terra的元素 然後呢 我們一樣再給它一個Battle Jar 它裡面現在有Terra的元素 那這時候呢 因為它裡面原本存資料是Aqua 所以你必須要 SHIP加右鍵 改變它的模式 成Terra的模式 然後一樣清除上一個模式 上一個紀錄點 然後Link過來 這樣才行 然後一樣呢 如果你要指定說這個Relay裡面 能存多少的Terra 那一樣要把它轉換成這個模式 然後呢 對它點右鍵 現在可以存一個Terra了 所以清除上一個 轉過來 這裡面就可以同時 儲存一個Aqua跟一個Terra 好 好啦 那這個 這個 鏈丹試劑部分 就先講到這邊 就是初階部分 接下來我們就要把這個鏈丹試劑 你不是做了很多很多元素罐嗎 接下來我們把它應用到後面T6祭壇的製作囉 還記得我們T6祭壇要怎麼做嗎 它最外層上面那個方塊 是要放這個Crystal Cluster 那Crystal Cluster這些Shark水晶 沒有任何合成表 你唯一的取得方法就是去那個 惡魔的村莊 惡魔的世界 或者是把那個惡魔的村莊給召喚到你的世界 然後去屠殺那些惡魔 也就是Demon 來取得這些Shark的 那你要怎麼來召喚惡魔的村莊呢 這時候就要動用到你的法陣啦 一個超級無敵大的法陣 在很後面的地方 好,我們終於要進入這個血魔法的終極召喚術啦 我這個花一點時間又把這個D給清出來 我們放下第一個Master Ritual Stone之後呢 我們也選定好了就是這個 Convocation of Demand Demoned 就是把目前這一塊區域 把這個惡魔的村莊給召喚過來 然後當你整個法陣祭壇的流程都跑完之後 它就會漸漸地把這附近 逐漸地會生成一些隨機的村莊 那那個村莊的話其實就是惡魔的這個村莊 那這個最大的範圍的話可以到達1000x1000格的範圍 所以你在召喚時候你要慎選的地方 你盡量不要挑出聖點太近 這個可能開另外一個世界吧 如果你有misscry的話 在其他世界來做會比較妥當 不然的話到時候這個世界會充滿了各式各樣的惡魔啊 好,那我們就來放置這個非常龐大巨大的法陣 那保守估計大概會用掉幾個啊,我看一下 36...喔,超過一組多的這個喔 一個法陣 還蠻多的 然後除了這個MasterRachel StoneRachel Stone之外 你還需要利用我們剛剛學到的這個煉丹術來準備 8種不同元素的罐子 那這個是拿8種不同元素的話你可以從這邊看 如果你看不太清楚的話 還是一樣區域作者的網站來看會比較清楚 就是Terry,Incendium,Aqua 然後這個是,這個是Sanktus,Tembre,Magicals,Potentia 好,我們都弄好了,然後 然後 把那8個罐子放在這8根柱子上面 剛好產生的8根柱子 放這 那確定要是8,這8種元素喔 這個不要搞錯元素喔 呵呵呵 之前我在玩多人Server的時候 有其他玩家要召喚這個法陣 我那時候卡了很久 一直想好奇說為什麼這個元素不夠 對 為什麼就是一直不成功 後來才發現原來是弄錯元素的關係 因爲它其實 全部元素不止這8個啦 會有其他元素 所以你搞錯的話 這個會很麻煩 好,再來我們要啟動這個法陣 然後這個就是刺激地方 因爲啟動這個法陣好像要消耗 超過一千萬的LP 但是如果 你還沒有辦法升到T6對不對 你在T5等級的話 你最高的血量就只有一千萬 那如果你要比一千萬還要多的話怎麼辦 這時候呢就要結合到另外一個黑科技 呵呵 沒有啦就是這個 不同的Rune升級 還記得之前有提到說 你可以用不同Rune升級來修改你的祭壇嗎 那我們已經有講過一些比較基礎升級 接下來要講一些特殊需求升級 比如說Dislocation或者是Rune of the Orb 那Rune of the Orb這個就很實用啦 你把這個放在你的祭壇當中 然後你的祭壇的那個最高 就是祭壇搭配你的 Orb 這個這個比如說T5等級的 Orb 那你原本只能一千萬嘛 那你每多放一個 你能儲存血量就可以多一點點 多一點點 所以說你可能要花很多很多的這個空間 來放置這個 然後超過那個上限我記得好像是一千兩百萬 還是一千兩百五十萬 還是一千五百萬的樣子 總而言之呢超過需求之後呢 你就可以啟動祭壇喔 然後目前的話我要試試看我能不能用這個 目前這樣子一千五 二十百千萬 十萬百萬千萬 一千七百萬這樣應該是夠了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終於可以啟動這個祭壇啦 接下來會是一個非常複雜的作業 因為它會一直打雷 然後我們要做一些作業來召喚這個祭壇 非常的恐怖 也不是很恐怖啦 就是很繁瑣而已 所以我們可以先確認一下我目前是這個 一千七百萬的血量 然後呢 先來 這個清除 然後指定成這個AQUA 這個也是指定成AQUA 然後 這個話呢我先把它指定成 只允許一個AQUA的TANK 讓它不要放的太多 事實上我可以先指定好其它的 好 然後這個也是指定成一個 然後指定成一個 避免它同時塞住兩個TANK 對 雖然應該也是可以 不過這樣作業效率不會比較快 塞一個 好這都指定好就不需要它 然後確定這個清除 然後它先LINK嗎 不在LINK之前我們來啟動這個祭壇 然後消耗掉 哦一千五百萬的血 然後接下來呢就把這個能量灌進來 然後法陣就開始作業了 所以說它就會開始吸收 哦這個REACHER的能量 對這個 BELLJAR的能量 然後你也可以順便把第二個給輸入進來 哦我還沒有轉變成指定 難怪 有時候會忘記這一點 來來把它這個換成這個 然後LINK過來 好如果這樣子的話呢就把它清除 LINK過來 好繼續打咧 記得把它轉換成元素 不然的話它不給你指定 好這個也進來了 OK進來了 那因為Master Ritual Stone最多只能接受三種 所以再多也不行 但是你可以先指定好 然後等到它那個罐子也空了就可以指定過來 中間我好像跳過一個 對這個 我現在等這個罐子空掉 好這空了 我們可以讓它進來 好這罐子空了 可以進來 好這個罐子空了沒 剩下一點點了 好它空了 還可以進來 還可以進來 好剩下最後 剩下最後 最後,兩個罐子吧 剩下最後一個罐子 在結束之前,這個雷都不會提 好了 這個所有罐子都link完了 接下來就等它們空掉之後 我要進行第二步驟 這個也空了 沒有,要拿著這個才看得到 這還有一千多 這個還有七千多 這個應該也空 剩下一點點Terrain 那還好在是我裝備有防火啦 所以這個雷傷的話也可以免疫 好,全部進來了 接下來我們第二步驟就是放上一個Blood Alter 然後呢我們召喚一隻Demon De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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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e to stone Demon 好吧,這個spun不出來 那這樣的話我必須要去旁邊 再召喚一隻Demon 好,我們拿到一個Demon Crystal 我們可以把它召喚出來 然後獻祭它 完成了 趕快離開,因為它會產生一個超級大爆炸 然後那個地方會產生轉變 哦,完成了 好啦,剛剛花了那麼久的時間 來進行儀式 現在已經全部完成了 反正你中間產生的這個Demon Proto就代表成功了 然後你的祭壇也產生 然後中間也會產生一些隨機的鵝卵石或青苔石的道路 然後呢 它會用一個非常緩慢的速度 逐漸在這個地方 築起一個Demon 或者是叫惡魔的村莊 因為你現在還看不到嘛 但是你有可能轉頭一看 多出一棟房子 然後那個房子裡面就會住著這個 來自另外一個世界的惡魔 那這個世界那個惡魔的話 跟你召喚出來的惡魔不太一樣 通常,哦有沒有,跑出來了 然後這個惡魔通常比較厲害 你看看它有200滴血 哦,200血 然後你想辦法把它打敗 打敗了它有機率你可以得到就是 之前我們需要那個Soul Shard 真的還蠻厲害的說 所以記得要有很好裝備 欸有了,就是這個Soul Shard 太好啦 然後除了這個Soul Shard的話 還要另外一個這個Life Shard 有了這兩個之後 你就可以合成Crystal Cluster 然後呢你就可以來製作T6等級的那個祭壇 那除了T6等級祭壇之外呢 你還可以製作T6等級的Orb 呵呵呵 我需要20萬血 就是 召喚出這個村莊之後 砍殺一些Demon 然後呢 取得他們身上的那個Shard之後 就可以製作T6祭壇 還有T6等級的Orb 那在影片結束之前呢 還有幾點之前露獎的東西 我覺得其實也蠻重要的 再補充一下 就是很多人可能會想說 那我之前的話可以用自己的獻祭刀 割自己手指頭 或者是用自己把獻祭劍 來砍殺動物嘛 那有沒有辦法進行全自動化的自動化 有些人可能就是簡單的想說 有沒有用那個Thermal Expansion的 自動點左右鍵的機器來砍殺 那是沒有辦法的 應該是可能血魔法作者特別防止吧 所以說呢 像是Thermal Expansion那種機器的話 就算它可以幫你砍殺生物 但是不會有獻祭的效果 所以你就算給它放進去砍了老半天 也不會有任何血進來 對,但是有其他類似的模組 有辦法達到這個效果 不過基本上呢 這不是血魔法作者樂意見到的 呵呵 不過它本身這個血魔法 就提供了自動的獻祭的法陣給大家 所以各位也不用這麼辛苦去想這個設施 總而言之呢 只要你做出這個T4的祭壇 然後T4祭壇的話就可以幫助你做出這個玩意 那這個玩意的話就可以幫助你做出接下來要做這個法陣了 所以說呢我們把它設定一下 設定到這個叫做Well of Suffering 對,這個Well of Suffering這個法陣 所以說呢我們來放下這個Ritual Stone 那這個法陣其實還蠻大的 所以我們挑個好地點 比如說呢我法陣這個往上疊兩格 然後再放上一個Master Ritual Stone 這樣子應該是差不多 然後呢這個確定自己有足夠Ritual Stone就開始放 那這個法陣的主要功能就是你啟動它之後 它會自動地把這附近周邊的任何的生物開始自動獻血 然後那些生物就會慢慢地扣血,扣到死為止 所以也要特別注意 看你是要用那種用過就丟的那種生物 比如說你可以在上面或下面做一個生怪房或生怪塔 然後那些生物如果能夠源源不絕生的話呢 你就讓它們繼續獻祭就好 那如果你是要用那個其他的動物 比如說羊啊牛啊 然後你不希望它那麼容易死掉的話 你還可以搭配另外一個法陣 就是這個Ritual of Regeneration 那同樣在這個Regeneration法陣之下呢 所有的生物包括玩家都會緩慢地回血 對,但是呢我剛剛測試一下 發覺Suffering的功效比Regeneration還要強 所以說雖然說可以拖慢一點點 但是那些生物還是會扣到死 對,就由各位自行騎手吧 接下來我要做的事情就是啟動這個法陣 現在法陣開始啟動了 那只要這附近有任何生物就會開始扣血 所以說我們來隨便拿一個Spawn Egg 比如說這個蜘蛛 蜘蛛召喚就會發現它的血開始正在扣 下去點 對,它正在扣血 然後扣的血就會補充到我們的法陣開始進行補充 不過這法陣我剛剛才放下去而已 所以它會先填滿裡面的隱藏Buff 這個各位不要忘記啦 下面的制度將會被扣死了 所以說要怎麼來設計這個自動生怪塔的話 血魔法是沒有提供啦 那你就可以自己去用其他的模組來設想 接下來呢,來跟各位探討一下 有些人可能想說 既然如果要做這個自動殺怪有一點麻煩的話 那我能不能就是平常的時候把血存起來 等到我想用的時候再一次大量灌入就好 如果你這麼想的話那就是想的太美了 因為這個祭壇按照預設的情況下 它如果要從外部來傳輸這個血 它的速度會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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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慢 有多慢呢? 比如說我現在這個祭壇完全沒有經過任何的升級 然後我這邊有滿滿的一桶的血 太好啦,我現在要進行這個非常複雜的合成 我需要好幾萬的血 所以說我就把它...然後呢 我也用了非常多的升級給這個Transfer Note 那理論上這個Transfer Note 它傳輸的速度應該會非常非常快才對呀 但是我啟動它 然後我們仔細的來看一下這個發生什麼事情 這個Transfer Note已經滿了 然後呢我們這祭壇還是不動如山穩如泰山 在這邊慢慢的它到底在幹什麼 然後這邊應該是啟動的狀態 可以看到我祭壇完全沒有任何反應耶 這到底怎麼回事啊 其實主要的原因是 可以看到這個它的確是有在扣 我們的Drawn好像有在扣血對不對 然後這個祭壇依然是空的 然後有人就會想說 我的血好像被吃掉了,到底跑哪去了 其實它正在補充裡面的隱藏Buffer 這是沒有錯的 但是因為它補充的速度實在是太慢了 所以你根本看不出來好像有在補充 所以說,雖然就算你外部的管線速度多快 但是祭壇本身它可接受速度還是很慢 你可以看到它到現在才開始補充外部的Tank 然後幾乎是每秒鐘補充20LP 你看這個速度有多慢啊,我們先暫停 這時候我們就還是要依靠這個升級 就是這個Room of Dislocation 那這個Dislocation就是用來升級這個外部水管的傳輸速度 你每多擺一個Dislocation 那它傳輸的速度可以快上20% 那你就是擺越多它傳輸的速度可以越快 所以說我們再來試一次 Go 然後可以看到現在的速度比剛剛快多了 對,現在一次可以傳大概快到40吧 比剛剛快很多了 所以說你就可以擺上很多很多然後幾乎整個 所有的升級都用Dislocation吧 這樣的話傳輸速度就可以很快 但是各位可以發現 它現在即使快了一點點 但是也是每秒鐘傳輸一次 對,它一次Operation是一秒鐘 這時候有另外一種新的升級 就是這個Room of Acceleration 那這個升級也是很特殊哦 然後也是不便宜啊,有點昂貴 對,你至少要T5祭壇才做得出來 那這個升級呢就是 打破這個每秒鐘的限制 你每多擺一個 那它那個處理速度就會少一個Tick 我們都知道這個Minecraft的時間單位是Tick 那每20個Tick為一秒鐘 所以說它是每20Tick處理一次 也就是每秒鐘處理一次 那我們每多擺一個Acceleration 就可以讓它處理的時間減少一個Tick 那言下之意呢就是 你最多最多最多只能擺19個 因為它最快就只能一Tick 一Tick再下去就不能更快了 所以說你也不能擺超過19個 就只能擺到19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比如說我現在擺了10個 那它理論上大概半秒鐘就可以處理一次 然後現在祭壇是2908 我們啟動之後 有沒有它現在那個Operation速度快多了 大概就是每半秒鐘可以處理一次 很不錯對不對 好接下來就要繼續探討就是 之前有提過然後可以增加儲存空間 這個Argumented Capacity 對那這個的話呢就是每多擺一個 好像可以增加兩桶 也就是2000LP 那有另外一種比較特殊升級 就是這個Super Royal Capacity 就是這個的升級版本 但是它們兩個差別在於 這個是固定數量 一個是兩桶 這個是算比例的 每每多擺一個它可以增加10%的血量 所以說呢 簡單來講就是你這個東西擺的越多 那它成的比例會越高 也就會越划算 而且它會每多擺一個可以再增加一點點比例 比如說 我們現在如果只擺一個 擺下去它現在就是變成多 比如說1.1倍的感覺 那如果是再擺兩個的話 就會變成1.21倍 也就是每多擺一個它就會再增加一點點 那擺到很多的話它的比例增幅就會非常非常多 那還要到十幾萬二十幾萬的血都不成問題 最後一個就是這個Efficiency 就是效率的RUN 那它的道理應該就是讓你這個 進行祭壇合成的時候更加有效率 不過可以看到我R不出合成表 然後基本上這大部分的模組包它也是不能讓你用的 所以說這邊就不介紹了 然後除了祭壇的補充之外 我們還要補充就是一些工具 還有一些特殊道具的部分 工具我們只介紹過這把劍 還有這個Bomb Pigaxx 還有這個Bomb Shovel 那基本上這三個一樣 都是要用那個Binding法陣才做得出來 像是這個X的話呢 它會消耗你非常巨量的血 然後挖掘一個很大的空間 那基本上這三個都是一樣的功能 比如說我們可以先試試看這個鏟子 好 我現在的血是336萬 好我挖一下 那它比較簡單一點就是 玩家站的這個角的這個平面的所有泥土 也不是說所有泥土 就是很大範圍的泥土都會被挖掉 然後每挖一次大概會消耗 我看一下喔 剛剛我按了兩次 各十百千萬會消耗一萬LP的血 所以是一個中期才做得出來的道具 然後除了這個鏟子之外呢 這個把斧頭更加好用 我們按一下 噢! 不只是腳上的範圍 連腳下的範圍也會一起挖掉 就是一個正中央的Cube 繼續挖 發現它挖的速度很快 然後再搭配這個鏟子 就可以把泥土給清掉 然後我們再來看這一把斧頭 其實簡單講這把斧頭 就是可以把一定範圍的木頭也給清掉 像這樣 這個斧頭在這個版本好像有一點問題 因為我不管是Shift加右鍵還是單純按右鍵 它只是在切換模式而已 那照理來講就是我按右鍵之後 會把一個範圍內的木頭通通砍掉 所以說可能是我目前用這個版本有個bug吧 還是做著有打算之後再修改斧頭功能也說不定 除了這三個工具之外 我們還要介紹的是這個傳送工具 就是這個Teleposer 這個是很方便的工具 只是我之前忘記介紹 我們至少需要兩個Teleposer才能作用 然後除了這個機器之外 你還需要一些指定的道具 就是這個Teleposition Focus 它有分四種版本 那這個就是由低到高階 那最低階的話就是可以讓你傳送一格的空間 比如說我上面擺了一個泥土 然後這邊擺了隨便一個方塊 然後我這邊先要跟玩家綁定 因為它也是消耗血量的 所以要跟玩家綁定 然後比如說我跟這個方塊點右鍵進行綁定 它就會記錄這個坐標 然後放在另外一個Teleposer裡面 然後這時候我們給它一個紅石訊號 好,強紅石訊號直接作用在這個Pileposer上面 啟動 它就會跟它綁定這個進行交換 上面一乘一的範圍 再來一次就會交換 好,那如果這時候我把它改用成一個比較高級的話 然後我們切回來這個Blood Magic 剛剛是用這個第一階的 第二階的話就是有三乘三乘三的範圍 第三階是五乘五乘五的範圍 那最高階的話就是可以到這個七乘七乘七的範圍 非常大 所以我們可以來試試看 比如說我們用一個很奇怪的構造 但事實上這兩個有點太近了 我把它拿遠一點 好,我們把它放在這個祭壇旁邊 然後給它建造一個奇怪的機構 那基本上就是這個Teleposer上面 開始算一個七乘七乘七的範圍 我們開始 全部傳送過去了 來看看會發生什麽事情 呀,過來了 然後 我再蓋另外一個奇怪的機構好了 比如說像這樣 我們再來啟動一次 過來了 然後它不只是可以傳物品 在之前版本可以傳玩家 可是不知道現在有沒有問題 有了,有過來了 看來它現在也是可以順利的傳送玩家 所以除了傳送物品之外 哪像是我們玩家 然後生物沒有嘗試過 還是我們現在來試試看好了 Spawn 比如說一個乖巧的羊兒 就是你了 然後我需要一個拉桿 比如說這是羊 然後 因為這邊沒有放入指定的關係 所以它不知道傳到哪裏去 我應該要去另外一個地方 你可以兩邊都放這個Focus 這樣就可以雙向傳輸 然後因為我現在只有一邊有放而已 所以它只認得單向的 然後我這個先傳過去好了 你看,連玩家都傳過去了 好,再來 把一隻羊放在上面 好,傳 有了,羊傳過去了 所以說不管是物品啊 包括箱子,機器 或者是水塔,或者是羊 各種生物玩家都可以透過這個Tiliposter傳輸 最後再來介紹兩個血魔法的武器 我們之前介紹過這把劍 但其實血魔法還有其他的武器 就是這個Energy Blaster 跟這個Energy Bezuka 然後這Blaster一樣就是 拿第二階的Warp去做Binding法陣 就可以直接做出來咯 然後因為它消耗血量 所以我們一樣做個綁定動作 然後確保你的血夠多 然後需要有點啟動它 對著一個生物 發射 發射 哦,中了 那對,它其實就像一個發射砲一樣 不過因為剛剛都打到草地的關係 它如果擊中生物的話 會造成12血的傷害 然後如果它沒有馬上秒殺生物的話 那個生物會有一個 一個Debuff效果 跟這個把劍的Debuff是一樣的 對 所以就是造成12點的傷害 然後有Debuff 那如果你想做更高級的話 就是拿這個再去做升級 就是BOOM 這個作者的註解非常簡單 就是BOOM 我們一樣把它啟動它 然後對著一個地方隨便發射 它就會在一個大範圍 產生隨機的大爆炸 而且它這個爆炸的範圍 是會進行散射的 什麼意思呢 如果我地鐵挑的好 比如說 在這一塊空地 有可能就是我發射出去 發射出去那個大炮彈 它首先會產生一個TNT爆炸 然後呢 它還會再散射出去 如果它散射過程當中 可能撞到牆壁 它就會可能會沿著這個峽谷 一直滾一直滾一直滾 然後就會產生一個連續性的爆炸 比如說我這樣子 它可能就會在這個峽谷 你看這個都有峽谷凹洞 它就會順著這個峽谷 這樣子產生爆炸 所以說呢 挑對著這個爆炸地點 可能會產生一個一連串的爆炸 那相反的 如果你挑著這個地點太過集中的話 它可能就會困在裡面 對像這樣子 有可能就是 產生一種回音的感覺 它就這樣 這個彈過來再彈過去 彈過來再彈過去 然後就一直爆爆爆 好吧 那這個就是以上補充的部分 所以說 讓我仔細想想看 幾乎現階段血魔法提供的一些東西 跟主要功能我都已經介紹完了 那可以看到一些特殊道具 這個的話 它是一個提中的Richard的法陣 有點類似血魔法的物流 對 那這個血魔法物流的話 不是說很簡單 對 就是你可以用很簡單的方式設置出來 但是要活用它的話 並不簡單 那我個人也是期待之後 如果Dial20它有辦法活用的話 那一定是很可觀吧 總而言之 我這裡不會介紹太過多的 就是 入門的方法都一樣 就是放下Master Richard Stone 然後轉換好形態 把它召喚出來 你可以參考那個作者網站的圖片 預估它要蓋多大 然後接下來就是靠您自己去活用 那這裡 因為時間的關係 這個已經超過 超過幾集 這個已經比Dial20還要多 因為 我不知道是不是講太多囉嗦的東西 總而言之 感謝大家收看這幾集以來的 這個血魔法 這個解說或者是簡介影片 嗨你好 這D門真的是蠻強大的 我切換成創造模式 掰掰 好啦 各位 我們以後有機會 在其他的模組介紹影片再會啦 這個 我介紹的不一定是最清楚的 解說不一定是最順暢的 那就是希望給大家做個參考 好 如果您覺得受用的話呢 就提供意見吧 就說 感謝大黨 好啦 我們期待以後有機會再見囉 謝謝大家收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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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